大家好 又是我向後Karl 今天這條影片是要講回 今個星期GTA Online的最新更新 首先今個星期登入GTA Online 就會收到Tomo的訊息 說賭場在施工 回到賭場的側門 就會看到他為了板在裝修 在賭場空中別墅都會隱約聽到 有少少裝修聲 下一次DLC即將會是全新的搶劫任務 為了迎接即將登場的搶劫任 GTA Online 今個星期推出了搶劫任務挑戰 在11月18日或之前 所有玩家可以參加任何搶劫任務的最終階段 即是包括5個搶劫任務 末日搶劫的F1、F2、F3 以及鑽石賭場搶劫 目標是所有玩家合共加起來 偷取1000億的GTA遊戲幣 如果達成這個目標 今年12月就會限時送出 免費的全新特殊載具 全新的特殊載具是什麼 大家要好好期待一下 1000億這個數可以說很多 但全球有這麼多GTA Online的玩家 我相信這個數很快就會達成 大家記得今個星期 踴躍地去搶劫任務 另外今個星期 賭場搶劫任務的準備費用是有25折 即是由原本的25000元變成6250元 其實分別不大 賭場金庫也有可能會出現鑽石 大家要試試自己手氣 除此之外 今個星期只要登入GTA Online 就會獲得100萬GTA遊戲幣的獎勵 這100萬可以在11月19日至25日期間領取 今天有關GTA Online 今個星期的更新資訊 就到此為止 目前為止除了知道是搶劫任務之外 Wallstar還未發佈任何有關下一個DLC的消息 既然他的賭場要裝修 所以很有可能有關賭場試 不過我就比較好奇 為什麼賭場被人這樣打劫 都還有錢裝修呢 我估計下一個DLC會在12月推出 因為對上兩次的搶劫任務 末日搶劫和鑽石賭場搶劫 都是12月推出的 迎合聖誕戰 戴上我的頭盔 以上只是我個人猜測 那今天這條影片就到此為止 接下來如果GTA Online 有什麼新的更新 我都會盡我所能 盡快將最新的資訊帶給大家 喜歡的就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是香口卡爾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